数据它有时序的观念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 所谓的一个时序分析 例如说热计 淡计的分析 这就是属于 大数据不是有一个热点分析吗 对就在看这件事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那这个各年销售利润率 有没有淡计旺计的分别 所以第一 请点这张统计图 复制 贴上 好了 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复制贴上 就是如何快速再产生 一模一样的一个统计图表 当然就是复制贴上 那接下来我想要去做淡计旺计分析 好 在这个地方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这边下面有1234567 七个功能操作按钮 请点选第三个 我们就完成了淡计旺计分析 所以 所以这一张的最重要的重点 你就会说 这家 公司 这家超市公司 他的 第一计 是 旺计 然后第二 第四计 他 那个销售利润率 是 淡计 因为这边第一计 是不是比 比较高 可以吗 就是 请你一定要 去 走完一个 完整 的 分析 就是 我们现在先讲的是 十句分析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看得出来 如果 如果 如果说 你想要更 更明显的 一个呈现 其实 你把它变成 折线图 折线图 是 经常我们会做的一个做法 好 那假设 假设你今天是 总经理 你看到了 这张图 就要开始来去想 我们这超市呢 第一季的一个 销售利润率最高 可是 为什么第二季会 跌这么多 你就会 很想要知道 他有没有 地区性的问题 他有没有 那个 产品 类别 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 当我们今天知道 原来这个 热季 淡季 这个 淡季是 因为 什么 商品的 销售 影响 那我们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 例如说 夏天的时候 卖什么 冬天的时候 卖什么 来去做 一个 营运的 一个改变 好了 不过 不过 这还没有结束 这 请各位一定要去思考 就是 持续性 所以我们是 直接这样子来去联想 那既然有 淡季 旺季 这边看到 第一季是 就是销售利润率 高的一个季节 那接下来请问 我们是不是会希望知道 热月 淡月 一二三 月 哪一月 最热 对不对 所以 我现在要去做 对不起 请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 化得统计图表的标题 一定要适当的时间 去做修改 所以 请点它 修改 视觉化图表的标题 那标题刚刚在哪里建的 就是在这里 这个 第一 一定要点 这张统计图表 第二 点选 设定 视觉化 效果 的格式 请点 标题 在一般里面 一般 第三 请点 一般 第四 请打开标题 可不可以把 各年改成 各季 接下来 我们做完 各季 销售 利润 率 其实应该叫做 淡 旺季 的销售 利润率 我觉得比较合适 来修改一下 不要叫各季 好 来 淡 旺季 才对 然后 因为是分析 分析 第二 点选 格式 第三 一般 第四 标题 淡 旺 好 接下来呢 我想要去做 淡 旺 月 分析 各位 等一下 我在介绍 自动分析的时候 这个淡 旺 季 分析 淡 旺 月 分析 对不起 这就是机器 目前 不会算 所以 一定要我们手工去画 好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请点它之后 我想要去做 另外一张 统计图表 叫 淡 旺 月 销售分析 所以这个时候 点选 就是 淡旺 季 销售 利润 表 利润率 然后 点选 负质 贴上 请把它拉下来 好 请在这个下面的这一张淡旺 带旺 销售利润率 它不是也有 也有这个第三个案件 就是下探 这叫下探工具 好 再点选一次 你就变成 就变成什么 又可以再继续往下下探 所以在这张图里面 告诉我们说 因为热剂是 一二三月的第一季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叫淡忘月销售利润率 可以发现 其实只有一月最高 而且是 就是跨年之中 四年间 一月都是最多的 你看 你看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如果针对要解决这个问题 老板一看 看到了这件事情 他就会 在一月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 安排去 去做一些 看你像要走南海策略 还是鸿海策略 反正就是 有人是在 旺季 旺月的时候 做促销活动 举例来说 那个便利商店 冬天的时候 他不会针对饮料 做什么第二件 打六折 好 所以 可以吗 这样你是不是就可以写 哦 一月 当然 请注意 你也可以针对 像淡忘月 你可以写 最高 最低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你们 我希望你们 如果要加分 如果你们要加分 你一定要 写到一个程度 就是说 你看哦 第一季 第三季 偏高 第二季 第四季 是不是偏低 然后请你 如果要加分 请写 可能 原因 可以吗 这是 这是 开放的问题哦 这是训练你 动息 去观察到的 资料现象 然后 你 你看看 你要 你要去问自己说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你不觉得说 哎 蛮 蛮 值得我们来去 想想看 这样子的问题吗 因为 你 到时候去 公司上班 你 你 如果说 先具备了 这个 动息 问题 就是你看得到 这个问题 你就已经 高别人一等 哦 那 请你 一定要加 去思考 为什么 第二季 第四季 这只是说 哎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而且哦 12月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看起来是12月 就是第四季 跟第一季 差很多 对不对 可是 事实上 它是 12月 跟1月 是最高的 那为什么 为什么前一个月 就是 就是 呃 11月最低 然后2月最低 就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就是 请你想一下 好 我只是说 希望 希望大家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去思考 就是 这些 统计图表 看到的现象 记住哦 最好 最好是 我只是说 希望训练说 你有这思维 去思考 为什么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我要去做 就是 就是 呃 同期比较 因为这也是跟时间有关系的 同期比较 好 所以 我接下来要教的是 呃对 这个标题改一下 这叫淡忘记 所以 请把 这个 呃 如何 修改 这张统计图表的 标题 好 所以 一 点选 这张 要修改的统计图表 二 请点选 请点选 这个 设定 视觉效果 的 格式 三 点选 一般 四 标题 请把这个淡忘记的记 改成淡忘月 如何快速做到 同期比较 其实 那就是 很单纯的 这边有 四 四年就有四条线 好 所以这张图 来去修改 快速做同期比较 所以请点它 第二 第二 请点选 复制 贴上 这样我们 我们 现在 就只差 四条线 就是把一条线 变成四条线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 这是什么 就是 2013年的 1月 2014年 1月 2015年 1月 2016年的 1月 4年的 1月 的 那个 销售利润率 平均值 好 那 因为我希望 就是说 把它拆分 变成四条线 四年 四条线 所以其实 就动这边 就是 点选到 这张 视觉化分析的 图表 然后 在 栏位 这边 有一个 很重要 叫图力 图力 请把 订单 日期 拖曳到 图力 图力 就是 就是 我希望 一年 一条线 而不要 四年的 那个纸 全部放在一起 那 接下来 接下来 这边 这边 第三个动作 只需要 把这个 订单 日期 第三个动作 改成 Data Herox 就是 日期阶层 改成 日期阶层 叫做 资料 阶层 好 点 他 他 这边 是不是就变成 四条线了 他 这边 就变成 四条线了 那 那 在 这个地方 在 这个地方 这就是 同期 比较 我再 做一次 我再做一次 好 就是 一 请点选 这张统计图表 复制 贴上 就产生一模一样的统计图表 然后再接下来呢 第二个动作 请把这个订单日期 拖曳到 图例 拖曳到这个 栏位 这个图例 第三 请把 请把这个 订单日期 改成 Data Herox Herox 他这边就变成 是这个样子了 好 那 那你 那你这边 通常我们在分析 这件事 一定是分析 2016年 为什么他的销售利润率 会跌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 我们正确操作是 左手 就是 先点到2016 那他是不是 只会出现2016年 因为互动是报表嘛 Ctrl键按住 点选2015 所以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2016年 2016年的 例如说 这个 第二季的 六月 第三季的 七月 还有 九月 还有 一月 他其实是 高过于 前期的 那 真正 2016年 差很多的是 在 11月 八月 四月 所以 所以其实 你在这边 我就会希望说 你就算 我的作业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请你 请你 呃 写出 写出 一个 到 五个 就是 现象 然后 加 可能 原因 例如说 好了 11月 11月 是不是 是不是 在 各月之间 他就整个直接掉下去 尤其在 2016年 他只有6.7 远小于 这个平均值 那你就可以说 呃 因为 因为 对 超市 各位可以理解吗 超市 那个便利商店 11月 为什么在大陆地方 哦 他11月会特别低 为什么 就是请你问 为什么这个问题 就是 假设 假设你今天 你写出来是 2016年销售利润率 最低 12.5% 为什么 他2016年最低 就是 例如说 我这边 我要交这个 作业 因为这是开放问题嘛 那我就在想说 因为 这家 这个超市 超市连锁 在第四年 市场上 已经有一些 就是 既定的 那个 同行 然后呢 那个 这个时候 呃 越做 就是 会 越辛苦 好 所以我 我这边 我就说 那个 可能的原因是 2016年 有更多 同行竞争 导致 销售 利润率 下降 各位同学 听得懂我的 作业吗 就是后面那个 为什么 要请你 写一下 你前面不是会先写 就是你看到了什么 就像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做同期比较 好 那个 紫色 是2016 那 橙色 是什么 是 那个 2015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假设 我就写 我看到一个现象 针对这张图 我看到一个现象 2016年11月 特别低 当然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就是 参考答案 就是 为什么 请你写出来 要知道 这是机器不能做的 就是我们人 一定要去 好好的 发挥他的特长 当然 你也可以跟你的老板 就是你画完图之后说 老板 我们能不能来讨论一下 我们公司的 销售利润率啊 这2月跟11月 特别低啊 我们能不能去解决 呃 这一个问题 那我们一起来 开一个会讨论 你你觉得 这是不是老板 他也想要去解决的问题呢 好 那就 我其实不太相信 他的智慧描述 居然出不来 所以 我再做一次 插入 智慧描述 都画那么多张图了 我的意思是说 这边写知识 即将机器都帮我们取代 做了这些事 你看这边 有看到吗 这些事情都是机器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重点 我们 我们人 就是要去做 机器都已经自动产生出来 这些描述 这些描述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读懂它 然后 然后去 透过它来去想 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 大家加油了 不要把自己只停留在 就是说 第一阶段 你还是要会画这些图 这些图